画面中一架飞机停在跑道上 机尾断裂和机身几乎呈现90度 美国搭配航空两架客机 当地时间10号上午 在亚特兰大机场意外碰撞 其中一架是载有221名乘客 准备飞往东京羽田机场的客机 在滑行过程中撞上另一架 载有56人的国内线客机 导致这架56人的小飞机机尾严重回损 几乎要断裂脱落 所幸会造成人员伤亡 当时美国广播公司气象学家 Jason Adams在国内线的客机上 他吓到在推特发文 形容上几瞬间发出刺耳的金属声 简直太过恐怖 另外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也发生客机误闯的意外 乐陶航空一架客机在降落后 滑行到停机坪的过程中 不胜误闯正在施工的滑道 意外降错导致该跑道 关闭将近两个小时 多个航班起降因此遭到延误 新千岁机场出动脱影机 将客机拖到适当的位置 机上167名旅客 未造成任何人受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